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6月26日刊登提文,俄罗斯造不出航母,并求中国帮忙的网站,作者是希尔盖伊先科,全文在编无下。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,爆出惊人消息,俄罗斯或将被迫从中国购买航母,军事专家罗保特把律认为。 北京出于中俄密切政治关系考量,将向莫斯科提供特别优惠,以推动这项交易。 该网站称,中国造船企业计划2025年前,拥有至少4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。 若中国用同样速度回俄罗斯造航母,那么美国海军很快就将在世界大洋上感受到拥挤。 中国造航水平的舰部,不久前再次得到证明,今年5月2013年开造,2017年下水的中国第二艘航母001A型结束海事。 以原计划大幅提前,001A型航母,尽管是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的改进型号,但它并非后者的简单方法,其使用舰赛机的能力大幅增强。 不过最令人吃惊的是,001A型航母的建造速度,超过俄罗斯和美国的想象,它将于今年年底前进入海军服役。 与此同时,中国002型航母已在上海开始建造。 002型航母的开舰表明,中国航母建造进入全新阶段。 西方媒体报道称,该航母将配备电磁弹射装置。 除中美之外,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项技术。 从各方面看,俄罗斯在航母建造方面,幕后中国和美国不止一旦。 现在的确应当做出决断,要么投资数十亿美元,追赶遥遥领先的技术领投国家,要么从他们那里购买我们做不成的东西。 当然卖家只能是中国而非美国,价钱未必便宜。 但肯定能让俄罗斯在现代海军建设上节省数十年时间。 显然,第二种方案将沉重打击俄罗斯的民族自尊。 三个世纪以来,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一直将中国视为主要武器买家。 但现在外国人认为,莫斯科将被迫公开承认。 中国人在军舰制造方面已超过自己的老师,俄罗斯将支付数十亿美元,购买上海河大连制造的军舰。 我们该选择哪条道路? 如果我们自己建造新航母,这将有力推动本国的造船等行业发展。 但可笑的是,我国造船厂能顺利向海军交付的,只有小型导弹艇和金库航舰。 金库安武器配备不错,但它们排水量小,航行性能有限,不适合远洋行动,护卫舰方面情况也不好。 22,350型首舰,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,至今成为交付海军。 在目前的彩蛋背景下,我们若开始着首舰造航母,未来何时能看得成果? 一个月前,有消息称联合造船公司,今年底将向国防部提交未来航母的多个设计方案。 如果其中有可行方案,2019年将开始技术设计和设计复制准备。 新航母过于2021年开造,工期不少于10年,开工所需资金已列入2027年前国家装备计划。 这样看来,俄罗斯要获得航母最快,也将在2030年之后。 如果知道航母,我们将落在世界道电工业后面,因为额新航母上不会有耗能巨大的电磁弹射装置。 如果没有弹射装置,航母就无法配分重型远程预警机。 或许俄罗斯真的应该购买中国航母,如果放得下面则,是不是该开始与北京吵架还下来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